花蓮22日下午18分金船规模5.5强震 正阳位于花蓮县受风箱 紧接住短短5分钟内 接连发生4次地震 其余规模介于4.4到5.3之间 这波强震连妹震和全台 不只东部地区严重摇晃 就连台北、新北等城市民众也都有明显感受 根据中央气象局测报 首阵规模5的地震发生于下午18分 正阳位于花蓮县受风箱 北维23月76日度 东京121.5度 距离花蓮县政府月26.8公里 震远深度10公里 接着59分规模4.4地震 50分规模5.3地震 50分规模4.9地震 50分规模4.9地震等于震陆陆续而来 余震区域几乎全在受风箱周边 震远深度介于2.8到10公里之间 根据地震测报资料分析 这次连环地震震远均位于花蓮县受风箱附近 处于同一条断层系统的活动 最大规模达5.5震度约5级 为近期东部地区大地震 气象局表示将持续严密监视后续一阵情形 由于震源位于花蓮近海 因此除了东部地区明显摇晃之外 受到震波良好传导 远在台北、新北等西部城市民众 也普遍感受到这波强震 不过目前尚未传出灾情 民众反映 这数年来花蓮都是渔震不断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 已经习以为常 但今日地震规模高达5.5级且连环渔震频传 仍使许多民众心生恐慌 地震发生时应立即疏散至室外开放空间 并远离可能倒塌或释放物体 若无紧急情况 疏散后硬停留室外观察 待地震完全停止后 再请进入室内检查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